明天开始,西南部沿海地洼地区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危险 最近资料显示,在早上11点的时候 山头的台风已经来到俄罗比,南南东方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 它未来还是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目前我们所发布的陆上警报区域比之前增加了高雄地区 所以是台东、恒春、屏东以及高雄 海上警报区域依旧是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台风逐渐靠近 而且我们预估它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强度还会再增强一些些 台风在登陆以前都会以极强的中度台风 甚至如果环境更支持它发展的话 不排除也可能是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 提醒大家多留意 至于在未来的路径 也就是从昨天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 未来台风依旧是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预估在星期二下半天才开始有逐渐向北转的角度 甚至到星期三上半天会往我们南部落地登陆 然后再经过台湾地区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开 这是我们纵整所有的资料目前做出最可能的官方预报 因此提醒大家星期二到星期四上半天是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海岸面风浪长浪情况都已经开始逐渐的明显起来了 除了我们今天早上提醒大家 东南部海面和南边海面已经有长浪的现象以外 花莲浮标 龟山岛浮标和彭嘉宇浮标都已经有长浪的情形 提醒大家目前我们持续发布长浪的提醒资讯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沿海包括绿岛南域 以及恒川半岛会有长浪的情况 星期二到星期三连中部以北沿海 平东沿海以及澎湖进门马祖也可能会有长浪的情形 至于在风浪方面 各地的风浪已经明显的增大许多了 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实台湾周围的海域都有四米以上的浪高 尤其是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会有六米以上浪高 台风中心所经过的地方 譬如未来的绿岛南域 或是未来曾经以未来可能会到的地方 就会有八米以上浪高 风浪正逐渐增强中 尤其台风中心要经过的地方风浪很强 请大家多留意 至于在陆地上以及海面上的阵风情况 还是提醒大家在海面上来说 黄色以上的区域就是平均风七级 阵风九级以上 容易造成海面上坐业或航行危险的 海面的风力的情况 我们看看从今天晚上到明天 明天白天 甚至明天晚上以后 台风中心已经逐渐在接近过程中 台湾附近海面风浪很大 甚至明晚到后天 十级风的风浪都已经经过到 到我们的台湾海峡 以及巴士海峡 台风中心甚至有15到16级的强风 另外陆地上的观测 在蓝宇十二级的强风 恒春大五九级的强风 在花莲还有新屋里面有八到九级的强风 我们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大家 离台风中心比较近的鹿岛蓝宇 会有十到十二级的强风 恒春九到十级的强风 另外在新竹以北这些地方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还有东南部的沿海 也有八级到九级的强阵风 这种情形请大家从事活动特别小心 台风外围环流今天一波波靠近 比较暖色系的 就是比较容易带来瞬间强降雨和强风的 这雷达回波 也就是雨带 我们可以看到山腿的台风中心 以及外围的环流一波一波靠近 在刚刚这红色的雷达回波 它所靠近的地方 有发现花莲台东都有下到 每小时五十毫米的时雨量 那当然这一波比较强的雷达回波离开以后 降雨会又慢慢起来小些些了 但是下坡强的降雨又会再移近 要提醒这些地方在今天还是会持续降下雨 而且有些回波遇过中央山脉 会造成南部地区 北部一些地区 甚至中部山区也会有降雨的状况 就以今天来说 其实今天东边西边天气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中东西两样晴 在东边的降雨 我们刚刚提过了 那期向鼠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高平山区 桃园山区和大台北山区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会下局部性的豪雨 而今天在西北边不太容易下雨的地方会有高温出现 另外明天随着台风在我们的东南边海面 到南方近海 慢慢在向西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一封面降雨雨量更多 甚至明天晚上以后 连南部地区的降雨也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而会明显了起来 甚至到星期三的时候 星期三台风中心会很靠近南方落地了 所以各地降雨明显增大 甚至北部地区的雨也会比较大 我们预估星期二到星期三这段时间 北部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山区会下局部性大雨或许部性的豪雨 其中在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北部山区 屏东山区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而这些雨必须等到星期四下半天 台风逐渐离开以后才会缓和下来 而星期四下半天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一方面其实在西北部地区还是有降雨的 有时候雨会比较大 而且预估东北部和马祖温度会转得比较凉一些些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高温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资讯 其实就是东西两样情 甚至到明天上半天都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预估在中北部的高温35度左右 明天35、6度 所以今天也预估在苗栗台中彰化 目前我们发布了高温资讯 明天从新竹到台中地区也可能发布高温资讯 谢谢大家朋友 东边明显下雨 可是在我们现在所在刚所折接地方 中部地区的朋友们 今天明天两天还是可能有36度 或更高的气温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依旧提醒大家 我们一直很关心 从昨天关心到今天 未来在北转的时候 到底它北转上来的角度到底是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所参考的所有台风的预报指引 看到很多条预报的路径 注意到星期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 我们预估明天下半天到后天上半天逐渐向北转 而有不少资料 它的预估向北转的位置 比我们目前的官方预报还在更偏稀一些些 好 还在更偏稀一些 然后之后才会向东北的方向 以向我们 不过不管怎样 这样子移动上来的台风 因为对南部地区来说没有任何屏障 所以台风它中心很完整的结构 不论风货雨都会直接影响到南部地区 最后我们做个小提醒 今天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星期二到星期四上半天是 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当然今天要提醒大家 海面风浪震逐渐增大 沿海会有强震风和长浪的状况 而且进台风中心的浪是很高的 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的作业或活动要小心 那我们也提醒了 东半部地区开始有明显的降雨 台风影响的时候也有局部豪雨的区域 像星期二星期三啊 东半部地区 横春半岛 北部山区 屏东山区会有豪雨上等级的降雨 这些降雨情况提醒大家 行津 迎南花连台东 或者高平山区这些地方特别的留意 最后还是提醒 台风中心极有可能从南部登陆 所以南部地区要特别小心 强风豪雨 尤其在明天白天开始 西南部沿海地挖地区要特别小心 海水倒灌的危险 台风即将来临 提醒大家 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以减少我们的损失和灾害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那么这个风筹 呢 谢谢观看